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用卷心菜和培根做一道简单的家常菜 那卷心菜呢有紫色的和绿色的两种 那一般呢紫色都用于做沙拉用 那绿色的呢我们用来炒 那绿色里面呢又分好多种 这是第一种 除了颜色以外呢 它的质地和紫色大致相同 那我们除了用它来炒菜外呢 也做沙拉用 接下来这种呢看上去扁扁的 我们叫它是台湾包菜 这一种呢也是圆的 但是与第一种圆有很大的差别呢 就是它不是很硬 一层一层也没有包得那么紧 叶子呢没有那么光滑 还是皱皱的 我最喜欢这种的 它不仅口感好 而且做的时候呢也不需要花太久的时间 培根打开我们给它切成一段一段的 不要切得太窄 用这种厚厚的培根比较合适 用这种厚厚的培根比较合适 然后我们切成这样的小块 那如果用很硬的包菜的话 你可以切成丝 切上面菜头梗的时候 最好切细一点 把梗切断 我们再准备一些洋葱和椒做配菜 洋葱切成丝 可以宽一点 那椒呢你可以选择辣油辣 最后背上几粒大蒜头 这样准备工作齐备 我们就可以开火了 放一丁点油做引子 培根下 用大火这样给它煎后 煎到它两面金金黄 那油出的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火转小一点 然后培根起锅 剩下的油我们就炒菜用了 爆香大蒜鲜 舔出菜下 包菜煎到这样 似乎看上去水水的了 那我们就先把切好的洋葱 倒入 翻盈一下 然后呢我们加一点水 盖上盖给它焖煮一会儿 大约三四分钟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看 看看 菜已经是不是你喜欢的程度 那如果你用很硬的包菜的话 那时间一定要更久 接下来培根回锅 椒跟着下 那如果你家里有蘑菇的话 放几个蘑菇也是不错的 转大火炒 转大火炒 给它收汁 最后我们调味 放盐 那大锅菜好 不太好掌握 所以你先少一点 翻一下 尝尝味道 再做调整 最后呢 放一些糖 要鲜 这道大锅菜 就完成了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